高雄市长韩国瑜启动市政请义之旅首站是来到林雅区 和在地的明代里长进行面对面交流 韩市长期盼透过到各区和地方人士面对面沟通 可以了解地方需要 同时在推动林雅区繁荣进步方面 也能够给予市府最完善的建议 在展开林雅区的市政请义之旅之前 市长韩国瑜先到安南宫和易成堂关帝庙 向神明敬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那也因为为了祈求平平安安 所以每次活动都会适当的安排一两座庙宇 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来保佑本地区平平安安 随后韩市长一行人到达区公所 和在地明义代表市政顾问地方士山宗教代表 调节委员社区代表和里长们进行面对面交流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画面 那今天我们就赶快 大家部分党派爱护林雅区 爱护高雄 然后把我们心里面有什么话把它讲出来 这是真的民主罪 看这个画面让人非常感动 这种感觉是很棒 会中出席人员提出有关公托政策 振兴商圈繁荣 维护道路设施 里长分级地位 爱情产业链 设置智慧行路等等议题 韩市长都和在场人士充分沟通 大家我先给你一点把它讲出来 好不好 就是理性的探讨 理性的探讨 我觉得把系列的话讲出来 只要 为我们地方林雅区有帮助 高雄有帮助的把它讲出来 林雅区是高雄市的城市领头羊 市府近年来在林雅区投入多项施政建设 将会使林雅区更加繁荣进步 记者黄俊怀来一场帮 高雄报道 高雄市长